詞曲 李宗盛 我的小說就是法國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的 在中文名叫《下面我該該介紹什麼》 在法國的這本版本叫做《貓鼠遊戲》 也叫《貓和老鼠》 他講述的是中國的一個19歲的年輕人 他為了解決人生的無聊問題 拿起土刀殺死了他的一個女同學 然後他自己來逃亡 然後由警察來追捕他 他把整個設置成一個遊戲 就是《貓和老鼠》的遊戲 就像美國的動畫片《湯姆恩的Jerry》 他衝到那個老鼠永遠在逃亡 而警察衝到那隻貓永遠在追捕他 他就想用這種方式來 使他的人生過得非常充實 在2006年的時候 在中國的西安 就是有這麼一個高中生 19歲的高中生 他殺害了他的女同學 然後有很多人都來想解釋他的殺人動機 都沒有解釋成功 這個案件在媒體報導的時候 被稱為無油殺人案 就是沒有來歷的殺人案 最後這個殺人犯自己 他也不承認所有的殺人動機 然後我就想我也來猜測 或者是我來偵破一下他的殺人動機 這是我寫小說的一個動機之一 然後當時我的有很多年的狀態 我在青年時候 我自己有那種生活狀態也是很空虛很無聊 然後我是靠我自己的這個能力 自己主動去那個解決這個無聊問題 我發現到最後是越來越無聊 比如說我去打遊戲 比如說我在打台球 比如說我自己一個人去踢球 只會加深我這個無聊 然後我研究了大量的這個 真實案件中的這個殺人犯 他的很多材料 報道的很多材料 發現他的日記裡頭 也大量的體現了他的這種無聊的狀態 然後我就在想 我當時我就說 我自己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就很渴望一種被動的 比如說突然會發生一場世界大戰 會發生外星人入侵這種外來的事件 從而使我被動的充實起來 然後我就在猜想這個主人公 他可能他的狀態也是這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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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